不過再來這個我們鏡頭 帶您到美國去 或許未來台灣警戒也能參考 美國麻州前一段時間 發生一起槍手闖入民宅 跟警察展開對峙的事件 當時這槍手不斷朝遠景開槍 場面十分火爆 還射傷一隻警犬 帶您看畫面 雖然說這個警犬被槍手射傷 但他完全沒有生命危險 因為這上畫面您看到 他是一隻機器狗狗 當地媒體報導 當時這槍手看到警察接近 立刻朝遠景開槍 那因為沒有辦法太靠近 警察就派出了三隻機器狗 從不同的方向進到屋內去搜查 同時還有鏡頭可以隨時監看 那有一隻機器狗在地下室 就被槍手開槍連續射擊 打壞了他的通訊裝置 後來槍手還是被逮捕了 至於受損的機器狗狗 被送到移除子彈之後 會繼續完成他的人物 哈囉 我是李明銳 各位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